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那个山看起来比较高 所以一直默认那个才是Oxmaton 但是其实停车场这里 有一个很清楚的地图标着 明明那边才对 上一次来的时候搞了一个大乌龙 下山的时候还拍了停车场的那个地图 但是我都没发现 回到家剪视频的时候 才在地图上面看到 原来我一整天都搞错了目标 又走过了牛爸爸地雷阵 马上就到那个分叉路口了 到这个地方大概 海拔上升了两百米左右吧 五分之二 然后再往上还要再爬三百多米 我说的是高度 我就可以到顶了 又到了熟悉的分叉路口 朋友们一定要往左边这条路走 这条小路 这条小路 其实也并没有在下面看得那么难走 只是坡度稍微大一点 只是坡度稍微大一点 然后台阶的落差大一点而已 上一次应该直接走这条路就对了 这条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野生动物 那边应该是一种羚羊吧 那边山坡上有一只 这个好像是叫圆羊 有一只趴在那里一直不动 看他头上的脚超级长 好吧 这条路也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么容易 如果带着老人孩子的话 肯定不能走这条路 还得一直往上爬到那儿 现在高度已经很高了 可以看到对面的山 上一次就是去那边那一块的湿地 发现了这个停车场 看他们在干嘛 这里有一片紫色的花 感觉好像海拔越高 那些花的颜色就会越深 我后面那对年轻的夫妻吧应该是 刚才他们是从我后面超车上去的 现在人家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而且我才刚看到那个女生怀孕了 天哪 孕妇爬得比我都快 那个肚子看起来至少应该也有四五个月了 太厉害了 佩服 胜利在望了 应该再有个十分钟就到顶了 再翻过这个小山坡 那个就是奥斯马通了 终于到顶了 这是第三次尝试成功 这里海拔是2100多米 可以看到整个布莲茨湖 可惜太阳是从对面照过来的 要不然看得更清楚 上一次去的是那个山峰 那里是2000几不到2100吧 如果没有看上一个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准备下山了 下山之前找一个被封的地方 把午饭解决了 今天带了一个豪华半山明治 夹了两层 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在下面看到这一片草坪 有一夹子羚羊吧 应该是 可惜离得挺远的 拍得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在下山的路上了 还可以看到好多人在往上爬 还有带狗狗的 刚才这一段是最难的 有好几个台阶 差不多到我 快到我的腰那么高了 看得好清楚啊 那边山上的人 那边的牛 全部都堵在路上 我是从这边远路返回的 其实还是挺多人 会这样子走一个环线的 再这样下来 但是跟我一起来的人恐高 所以上面那条路比较窄 就两边都很深嘛 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一直想去 Axmaton 今天终于去了 这是牧场蓝牛用的 要自己把这打开 但是我不想碰 我要从下面钻过去 这里有两片像沼泽地一样 得从旁边绕过去 回到停车场了 用了 往返用了将近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包括吃饭啊休息 然后还有各种拍照的时间 几天后 你们看 即便是从正面看 也是那个山看起来 稍微高一点吧 不过其实在上面景色都差不多了 只是为了说自己 打卡了Axmaton